台湾的问题 就是我在我自己的YouTube上也谈到了 就是说不要不见棺材不掉泪 乌克兰不见棺材不掉泪 普京不见棺材不掉泪 那台湾和中国就更不应该 不见棺材不掉泪 乌克兰要加入北约这个问题呢 我是在1999年参加 北约见北约50周年的庆祝会 这在华盛顿举行的 我参加这次会议的过程当中 采访过乌克兰国防部代表团 这是他们正式的提出希望加入北约 当时没有引发俄罗斯强烈的反弹 因为俄罗斯一直到1997年 也曾经想加入北约 那么1999年科索沃攻击 成为了一个分水岭 自此普京上台以后 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就急剧的恶化了 然后北约俄罗斯理事会的工作也就停滞了 而且普京多次的警告过 格鲁基亚和乌克兰不要参加 不要加入北约 那我现在就在想 其实那以后我到乌克兰去过很多次 我就这样来同记者学着讨论 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 我觉得不管你们要怎么做 我认为与俄罗斯的关系不能搞得非常的僵 因为你毕竟是在他眼皮底之下 也就是说政治上战术上战略上 是不是应该有所灵活 你台湾在他眼皮底之下 政策上独立的问题与美国靠拢 实质性靠拢当然是必要的 但是一些光面上的东西台面上的东西 有没有必要这样去刺激中国 你刺激他 他现在政治经济文化 乃至封锁搞你一次 最后甚至全面导弹攻击 像这一次第一阶段一样的 你这不是惹祸招生吗 所以我觉得台湾现在的当局 是不是应该在这次事件当中 引发他们巨大的思考 乌克兰的经验教训 任何时候小国生存的基本的前提是灵活 不要得罪周边的大国 另外这一次战争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可以学到什么 我送给你们美国之音这几张图片 台湾海峡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世界最富有的海峡 在福建地区 有些距离军事基地不到15公里 出现了大量的战略石油储备基地 战略能源储备基地 这个仗怎么可以打 这要打起来我不知道 这个地球的污染温度会升高多少 而且大家知道 未来制造新地球环境的 比如说汽车电池 它就在林德 林德还有核电站 那这一次是不是万一台湾又搞了核电站 你怎么办 总而言之我一句话 我是诚诚恳恳地告诉中国 习近平不要不见棺材 不掉泪 你去打 你真打 打不下来怎么办 航渡过程当中就被歼灭一大半 要不然就登陆像1950年那样的 被歼灭一大半 你怎么办 即使登上去了 像现在这样被大量的杀伤 这些问题怎么办 所有这些 我觉得唯一的回答 台湾的问题 双方政治上不要做梦 什么台湾独立 什么与美国建交 什么武统这些 都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的思考方法 我们要回归到理性和合理主义的思考上来 一句话 政治谈判加以解决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就会干净的话 就会保险 感谢观看